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繁盛的前景 以大地为天图的可汗 挥军向南 踏破了未曾有人质疑过的秩序 平原一役之后 黄金的天马再没能走出梦魇的阴影 神明天生富有力量与美德的传说 在王族屈膝的那一刻破灭 不甘起降的骑士团夺过了统治权 但他们试图为这份权力证明时 所仰仗的仍是对力量与美德的宣称 当山间的郡英将战争的重负 悉数压上人民的几倍 他们并未想过 自己的血将铸就乌萨斯的身份认同 最初因讨伐郡英而起的战争 再也没有停止过 哪怕弯刀所指的方向始终在改变 它也依然是维系乌萨斯威权最重要的工具 随着伊比利亚的井藩拓宽认知的边界 核心圈诸国纷纷将野心投向远方 曾经号称国王也想来的赤金元野玻里瓦尔 如今孕育的只有战火 太过频繁的政权更替 在人民眼中已经失去了意义 制度的变革 终归没能为生活带来起色 新生的哥伦比亚 拒绝了由血脉维系的网关 转而向公认的政治程序 寻求权力的依据 然而 年轻的联邦是否真正踏上了一条新路 仍要取决于马克·麦克斯 在程序之中的位置 雷姆·毕托人熟悉家庭的温度 却不知威权为何物 但为了抵御来自外界的轻压 他们不得不将家庭 累积成统一的政权 这种自下而上的奇妙统治 会保持活力还是逐步僵化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高卢的遗骸滋养了狂热发展的三十年 战争的受益者争先恐后 但他们庞大的身躯 却无可避免地显露出疲态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皇子 将乌萨斯退向了最后的辉煌 但经济的腾飞 也为传统的权贵带来了威胁 这一次 外敌的存在 没能弥合内在的裂痕 雪峰战已离奇的惨败之后 大叛乱的序幕也将揭开 绸缪已久的变局 终于在高塔之国掀起 巫王越是企图弃绝权力的治国 越会激发对权力的重奉与争夺 为暴君之死而狂欢的人们 并未料及莱塔尼亚 将再度陷入旧日的泥沼 侥幸存续至今的文明 仍未能见证一种完善的秩序 但能用于探寻的时间 恐怕已经不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